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北水南下 我經常講香港的股票市場 其實就是國家隊的B隊 即是說內地就是A股 其實香港的股票市場有超過八成以上 就是講內地的股票和交易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這些股票裏面 內地的市民其實很想買這些中資的股票 或者是香港認為是值得投資的股票 所以他們有很多內地成立了的基金 他們通過一些渠道投資下來香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資金下來 因為其實有七成是買那一類股票 那買哪十隻呢? 最喜歡買的就是第一位就是騰訊 因為他們經常都 內地的通訊就是以騰訊為主 那第二是什麼呢? 第二位就是中國移動 第三位就是中海郵 第四位就是中芯國際 第五位就是美團 第六位就是港交所 第七位就是小米 第八位就是斯摩國際 第九位就是中電訊 第十位就是聯通 全部這些是電訊股 或者是一些電商、通訊的股 全部是內地人很熟悉的 還有他們也很看好港交所 因為港交所是在做獨市生意 這些都是內地的人、同胞 他們很愛那些股票 這些無可厚非 因為他們是了解那個運作 了解他們那個可以佔多少生意額 這些他們是最清楚的 但是他們又買不到 這是第一 第二相對於A股來說 香港的股票相對來說是便宜的 因為內地的PE 整個PE都比香港高 有個日價起碼三四成 即是內地錢多的人數 有很多錢 很多人不是有錢到可以買一些境外的基金 去投香港的股票 或者是他有渠道 把那些錢搬出去 來香港去買港股 他們沒有這樣的渠道 唯有通過這些基金 即是買香港股票的基金 投香港的股票 所以為甚麼有一些北水 那麼多就下來香港 所以我們自己香港人看的東西 就要平氣自己固有的看法 最近其實港交所有少少 不是港交所 是恆辛指數服務有限公司 有少少走錯了 那我的看法是怎樣 因為他經常都要留一些香港的股票 你不惜就要增加那個數目 要維持有多少香港的 香港業務的股票在那裡 然後就定了限額 那反過來 因為這樣的時候 就令到香港的股票市場 只要操控那幾隻香港的 相關的業務的股票 就可以控制到那個指數 那這些反過來 就得不償失 那在國際慣例裡面 就是你要反映那個市值 和反映那個成交量 其實你做最簡單的事情 你反映到市值和成交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理會他的組織在哪裏 那等於以前踢英國聯賽 即是超級聯賽那樣 試過阿仙奴整隊球 沒有一個球員是英國球員來的 但是在英超裡面 表現上來就是最好看 反而你說要限制他 要出幾多個本土球員 也都好像香港那樣 試過全華班 那就糟糕了 整個球賽就沒有人看 這些就是 硬去擺放一些本地情懷的時候 就會令到整件事扭曲了 今天想講的北水南調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